Lisa,有暴力示威者在元旦遊行時四位破壞 扔磚和扔汽油彈,還燒了咖啡店 弄爛了一些銀行設施 這些自私的行為危害到參與和平遊行的市民 令到遊行要提早結束 暴力行為真是不能姑息 還有,蒙面在高等法院的牆上 噴上法官的名字和粗言侮辱的資據 他們的行為嚴重損害法治和法院權威 意圖威嚇法官的手段 在任何文明社會都不能接受 案件已列作刑事毀壞案 暴徒一旦被捕和罪成 最高可被判監十年 法部誹謗法庭或司法人員的言論 還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 以前也有案例,有人因此而受罰 下集繼續看真點 自己多一點 我悅畅